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 中国队在闯入的三项决赛中二胜一负 以男单、女双冠军和女单亚军结束本战比赛 战至半决赛时 国瑜有四个单项进入四强 周六的半决赛 男单二号种子李诗峰 以2比1击败上周在加拿大公开赛决赛中 输过的印度好手拉克什亚 背靠被两周打入决赛 女单高访结继四分之一决赛淘汰新德湖后 半决赛又拿出好状态 以2比1逆转淘汰一号种子泰国的拉叉诺 今年以来首次打入决赛 女双内战中 刘胜书谭宁在81分钟的苦战后 决胜局以21比19险胜队友李怡静罗徐敏 男双陈百扬留意以0比2不敌重组的 马来西亚组合无是非努一组丁 决赛日率先展开的是女单决赛 高访结在决赛中的状态较前两天有所回落 以15比2116比21不敌泰国选手隔通 无缘冠军 虽然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本战亚军的积分 亦让高访结终于完成实战 世界排名有效分的小目标 世界排名也会重新进入前30 之后的高级别比赛都可以报名参加 女双决赛 谭宁留胜输两局比赛 都是在18比19时连得三分胜出 以21比19、21比19击败来自丹麦的头号种子麦肯蒂格森 继西班牙大师赛后第二次夺得300赛冠军 最后出场的李诗峰再次对阵一号种子昆拉伍特 李诗峰以21比15、21比18强势胜出 第一次夺得超级300赛冠军 2021年之前 李诗峰面对昆拉伍特这位老对手是一胜难求 五次交手全败 但自从在2021年10月举行的汤姆斯杯赛上 首次击败对手后 李诗峰已经实现对对方的四连胜 其中有三次都是在今年完成 凭借本战冠军积分 李诗峰将在一次刷新世界排名新高 在本周的世界排名榜上 他将来到第五的位置 取代时预期 成为排名最高的国语男单 南双决赛 马来西亚的吴是非努意组定以2比0 击败中国台北的李方任李方志夺冠 混双决赛 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李嘉欣 以2比1战胜丹麦组合马蒂亚斯艾美丽 北美两战比赛后本周起比赛重回亚洲 韩国500赛和日本750赛将接连上演 国语主力议会重新出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